我們要歡迎我們見的另外一位嘉賓 嘉賓 對 讓我們歡迎 Rot Camel 品牌大使 丁珍珍珠 丁珍 Go 我來了 真的是白毛王子 白毛王子來了 今天丁珍這個出場 天哪 太帥了 太帥了 我的天哪 如果今天我們仙人登場 是仙人夏凡 天上飛下來 天上飛下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白馬王子 從人間走來 丁珍 我的神 謝謝小白 歡迎丁珍 歡迎大家 來來來 丁珍丁珍我們來到直播間好不好 好 那馬兒 馬兒來 馬主人 馬主人來給馬主人牽回去 謝謝馬兒 今天晚上這個馬糧 馬草可以多餵兩斤啊 好 來 歡迎丁珍 歡迎珍珍 來 你在東間 你在東間 謝謝 謝謝先生 我們把CV讓給丁珍 來 丁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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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直播間的觀眾朋友打個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丁珍珠 掌聲在哪裡 謝謝 辛苦了 辛苦了 來 兩位 這個請就座 請就座 請就座 哎呀 今天 真的是沒有想到啊 大老遠 我 據我剛前面聊天啊 兩位今天都是 昨天都是從廣東飛過來的 對 廣東飛過來的 我們從中國的差不多最南邊了 飛到了中國最北邊哪裡 哈爾濱 來跟大家相覆冰雪之城 好的 那既然啊 今天是我們露駝的直播間 說到說到駱駝啊 大家可能第一印象就是 比如說我們一直賣得非常好的 很受大家認可的衝鋒衣 羽絨服 很溫暖 很硬核 那想問一下兩位啊 您心中的駱駝 他是怎樣的印象 我們先請仙人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我心裡的駱駝 我對這個品牌的印象就是 有一個比較悠久的歷史 然後呢 比較有一個 沉澱的一個品牌 然後呢 我覺得他們的品味 品類比較全 然後呢 有羽絨服 然後有衝鋒衣 然後呢 有戶外的一個露雲裝備 然後呢 還有一個鞋子這樣子 我覺得品類是比較全的 對 就在我了解 我覺得他們出圈的是 羽繩的衝鋒衣 哎 沒錯 哇 厲害喔 對對對 就有一句話怎麼說來的 就是山頂上全是那個衝鋒衣 然後山腳下全是那個吊帶 就是這句話就是一個玩笑話的 就是說這句話是很多人在穿這個衣服 對 沒錯 那品類很全的駱駝 所以也備受 大家品味很好的我們的仙人 還有我們的消費者們 認可 受關注 受關注 好 不愧是我們時尚圈的神啊 謝謝 YYDS 好 那接下來我們林真來聊聊 你的老朋友駱駝吧 緩一緩啊 緩一緩 剛剛騎完馬 沒事 慢慢來 慢慢來 沒事 慢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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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聊一聊 我覺得如果我自己看法的話 我和駱駝合作差不多三年 嗯 今年是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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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3 今年是24年 24年 對 我們又開啟了新一年的合作 對 然後我覺得駱駝的羽絨服還有衝鋒衣都保暖呀 然後就比如說夏天的話 幫水都特別好 特別好 對 對 尤其是我們知道真正也是一個非常熱愛大自然的大男孩 對 尤其是去戶外去露營呀 然後就爬山呀那種的時候就穿駱駝走走 就功能性比較好 功能性比較好 對 沒錯 我們大家都知道其實他自然 我們大自然是一個包含萬象的 他有些時候呢可能是如沐春風的 但有些時候呢也會給你來點刺激 比如說什麼風啊 雨啊 雪啊什麼的 那這個時候啊 那誰能夠很好的幫助你抵禦大自然帶來的風雨雪呢 那只能是CAMEL駱駝了 對不對 好 那今天我們這個現場可能紫外線有點強 沒關係 兩位嘉賓這個如果覺得太刺眼的話 可以戴墨鏡沒關係 好 兩位的爵士容顏我們都看在心裡 好不好 好的 別別別別別別別 您太客氣了 您太客氣了 我受不起 我受不起啊 好好好 okok好 那也相信啊 今天在我們的路透直播間裡面看到兩位出現啊 我們直播間的粉絲朋友們也肯定是非常非常開心 非常非常幸運 直播間超多人 超多人是吧 超多人 對 其實剛才我還在上場之前呢 我就已經看到我們直播間彈幕裡面一直在刷了 哇 新人要登場了嗎 哇 我們真正在哪裡 那現在 家人朋友們滿意了吧 我們現在已經把本尊請到這裡 而且今天我們來到的是 中國最近最火的城市 哈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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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尤其是我們 你看 這個 南方小土豆 還有南方沙套菊 對 廣西沙良菊 然後來到了哈爾濱 對 來到了哈爾濱 我覺得今天兩位應該也是有非常不一樣的感受吧 我們從溫暖的地方來到了中國極寒之地吧 算是 對 對 好 那同時我們也相信大家也可以跟著我們的直播間的鏡頭 一起來欣賞哈爾濱的愛白雪和美景啊 那當然這場直播我們也會在 讓遠在南方或者是出行不便的戶外愛好者們 身離其境的來感受冰天雪地的樂趣 當然再次提醒啊 好 親愛的朋友們 這裡是駱駝哈爾濱冰雪之約直播現場 那今天我們的丁真和陸先生現在已經出現在 不對 降臨在我們的直播間了啊 同時我們今天 我們三個人也會為大家帶來非常非常豐厚的驚喜和福利 比如說我們的乾隆敬寶 新年定制禮盒 還有很多很多的隱藏驚喜和福利 等待大家來解鎖 當然既然想要福利啊 我們這個天下沒有這個白吃的午飯啊 所以我們就一個請求請大家多多參與我們的互動和直播 尤其是這個歡迎丁真 還有仙人下凡 丁真這個斑馬王子啊 我們這個彈幕一定一定不要停啊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聊聊哈爾濱 既然今天我們來到了哈爾濱 那我看到今天兩位這個裝備也是非常非常全的 很齊全 所以呢可不可以請兩位跟我們簡單的分享一下 今天呢我們都帶了哪些這個玉涵的裝備 我們先請珍珍來好不好 好的 今天呢我看到你 我自己來說一下好不好 好的 比如說這個衣服 很暖和對不對 對 感覺怎麼樣穿上去 穿上去就 根本就 不知道 冷 不知道冷 對 不知寒為何物 只知駱駝在心中 有沒有 好還有呢 然後這個手 我看到這個手套 也是我們駱駝的 對 這個還靈活嗎 我看你拿這個麥克風拿的都很穩 對 還有這個褲子 還有這個鞋子 這雙雪地靴 我發現我們今天三個人是同款雪地靴 同款的耶 很好看 那現在腳腳冷不冷 腳腳冷不冷 腳腳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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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OK 是嗎 好的 那你喜歡健身裝備嗎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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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陸老師呢 我嗎 我覺得今天的衣服的功能性還蠻好的 就是有 就是穿上去的很帥 然後呢 又很保暖 就是我想要的那種 就是可以很好的融入自然 然後呢 穿上去又可以很好的拍照 又不去寒那個很冷 寒冬是吧 我覺得很OK 對 然後今天全套都是駱駝的 我特別喜歡 全套都是駱駝的 全套都是 哇天啊 我覺得今天陸老師站在我面前 那就是 我覺得仙人下凡都已經 陸落仙人下凡 落仙人下凡 或者是陸仙人下凡 我覺得這套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 就我所知啊 我們陸老師那 絕對是全國 全世界我們走在 時尚前沿的達人 對吧 我們對於這個時尚的把控 是非常非常精準的 那 其實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們 他們在挑選自己的這個 運動裝備 或者說 這個戶外裝備的時候 有些人他們可能 很難做到這個 魚和熊掌 樣樣兼得 有些人可能選擇了保暖 就選擇不了時尚 就是要溫度 可能就選擇不了風度 那今天我想問一下陸老師 陸老師 陸仙人 陸仙人 叫我仙人 仙人 仙人 仙哥 我就不噁心您了 不噁心觀眾朋友們了 那您覺得今天這一身 這個時尚度和保暖度 您覺得怎麼樣 還OK嗎 我覺得如果冬天想要穿衣服 穿得有時尚度的話 我覺得戶外的防風的衣服 或者是說衝鋒馬腳 或者是說那個衝鋒衣 我覺得一定要穿上 然後裡面再配上一個很好的一個打底 羽絨的打底 這樣子的話 就有溫度 然後呢又有風度 是吧 很OK 就在陸老師 仙人 哥哥看來 我們的這個 路透的衣服 它是時尚和保暖 兼具的 我們可以讓大家 熊和魚掌樣樣兼得 對嗎 好的好的 那今天啊 那兩位今天都是穿著 我們的這個衝鋒衣 還有羽絨服過來的 可不可以簡單幫我們介紹一下 陸老師 您身上這一套 可以幫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嗎 呃 好啊 呃 其實我 對衣服的需求 其實我覺得 呃 只要穿深深 然後舒服 然後好看 然後再者的話 就是比較 就是相對來說 比較舒適一點就好了 然後呢 我比較喜歡那種 呃 比較修身一點點的一個褲子 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嗯不會有那種拖拉的感覺 因為冬天穿衣服的話 如果穿太大的那種褲子褲的話 對於雪地來說 對雪天來說 可能是不太那個利索 方便的 對嗎 是 對對對 所以說我上半身是比較寬一點點 然後上半身是比較緊一點點的感覺 嗯嗯 就會比較利索一點點 對 趕緊一點點 對 趕緊一點點 我比較喜歡這種感覺 是的 OKOK 而且我覺得 配上一個圍巾 我覺得整個的亮點就 就在我整體的上面 對 就很帥 對 因為今天我看到我們陸老師這一套 其實主機色還是黑色為主 對嗎 對 然後加了一點點暖色的一個點綴 對 就讓整個寒冷的冬天不再冷 不再冷 是 哇陸老師 但是仙人哥哥也是暖到了我們的心裡啊 你別叫仙人哥哥 對不起對不起 這個作為您的粉絲有點控制不住自己 我盡量 我盡量控制一下 好 珍珍呢 身上這套羽絨服可以簡單的幫我們說一下他的感覺和介紹一下嗎 如果說 是 是我的話 我就 主打就是一個 暖 暖 主打一個暖 對 又帥了 又帥了 又暖又帥 是的 是的 因為我 我的話 平時在 家裡啊 比如說 我們家鄉也很冷 你當冬天還是有點冷 對 冬天很冷 但是我 不追究什麼穿搭 我只 只穿一個 冬天就覺得是暖 對 主打就是自己不冷就行 所以我們 我們真正的態度是什麼呢 就是 時尚在真正這裡可能是排到第二位的 首先呢 我們要保證的就是我們的保暖的功能 那今天啊 我們的這個羽絨服 我們的衝鋒衣 怎麼樣暖不暖 暖 暖在心頭 對 啊好 沒錯 行 那現在我這裡有三個詞 機能 硬核 隨行越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融入 自然 玩出花樣 第三個是打破界線 輕時尚 你們選擇一個詞來 來 打配 貼合今天自己的穿搭 哎 兩位會選擇哪次哪個詞呢 選擇一個 第一個機能硬核 隨行越野 第二個是融入自然 玩出花樣 第三個是打破界線 輕時尚 真真先來 好不好 真真先來 我第一個 你選擇這個機能硬核 隨行越野 哎為什麼 對 可以說下理由嗎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是一個喜歡 騎馬 然後就 比如說開車的話 喜歡開越野車 然後就我覺得 穿一個很 自己很舒適的一個衣服 然後就 比如說很冷的一個地方 開一個 越野車 然後就 越野的話 感覺很爽 很爽 所以我們這個 機能硬核 隨行越野 真真又給我們 很好的勾勒出了一個藍圖 就是大家平時 也跟真真一樣 喜歡戶外的話 尤其是喜歡開越野車 這個時候我覺得 我們外面的樣子有了 這也是很酷 但是裡面我們一定要有好看 又硬核又酷的穿搭 這個時候 我們駱駝的羽絨服 羽絨服 然後就 又不冷 又自己很舒服 開車也很舒服 來掌聲響起來 觀眾朋友們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其實今天不光是我們三個在這邊聊 有一些我們 除了我們品牌方的同事之外呢 也有很多我們哈爾濱的遊客朋友們 也來到了哈爾濱 來遊客朋友們你們好 你們好 大家好 好 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位是丁正 還有我們的 陸仙人 你們喜不喜歡他們 喜不喜歡駱駝 謝謝 謝謝 愛你們 愛你們 哇 感覺我們把這個線上完成的線下見面會了有沒有 好的 好的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繼續聊天啊 那今天 我們邀請兩位來到我們直播間 您兩位是第一次見面嗎 對 是第一次見面 是第一次見面 雖然網上已經見過了很多次 這個百聞不如一見 是的 好 那今天又交到了新朋友 兩位開心嗎 真真開心嗎 開心 開心 路老師呢 我也很開心 也很開心 認識了一個新朋友 新朋友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繼續聊天啊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最近一次的戶外經歷 有什麼好玩的事情 兩位先來呢 我先來 路老師 因為我剛剛從桂林 然後轉到了柳州 然後從這個這邊過來的 對剛剛才過來到的 前一天才在那個北方 南方 然後今天就來到了北方 就特別好的一個經歷 對 我前幾天在桂林 我覺得是一個很舒適 我覺得 剛剛好的一個環境 對 就是十幾度 然後二十幾度 然後溫度呢 也是比較舒服的 然後呢 也遇見了很多 新的朋友 新的朋友 吃了很多 就是那邊的特色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旅程 然後 剛剛也在那個 抖音上發了自己的作品 對 剛好也就是 為自己的家鄉代言了一番 啊 男女是嗎 沒有 就是整個廣西 整個廣西 廣西 廣西好地方啊 是 好這個 好山好水 山美人美 我去過 去過是嗎 聽說你的那個 我自己來說 我女朋友也是柳州的 是您老鄉 我是廣西女婿 廣西女婿 多多單代 多多單代 非常帥非常帥 好好好 OK 那今天我們這個 陸老師 也算是砂糖局歷險季了啊 是的 我們一路從這個 旁邊剛好有個砂糖局 砂糖局 這個就是您了 我們家砂糖特產 好嘞好嘞 好 珍珍呢 最近有沒有比如說 戶外出行的有趣的事情 好玩的 有趣的 好玩的 我 我也是差不多 陸哥一樣 嗯 從成都轉到 深圳 深圳 然後深圳飛到這兒 深圳的話 感覺 中午左右就感覺很熱 很熱 對海邊 嗯 那海邊 感覺很熱 然後就很舒適 然後就 突然一下 就轉到了 泰爾濱 嗯 然後就 到了一個 不一樣的 夏 感覺夏天轉到了冬天 對 突然這個短袖變成羽絨服了啊 對 對 所以說保暖非常重要 對 感覺怎麼樣 就是很神奇的經歷 對吧 感覺很神奇的經歷 對 對 我也說下我自己的 我是廣州飛哈爾濱的嗎 我們一樣的 是吧 那我那是什麼 我昨天晚上還發了個朋友圈 廣州 都飛爾濱 短袖 下飛機 我下飛機 我人傻了 我還穿短袖 然後旁邊的人都是跟兩位一樣的穿的 唉唷 那個飛機上都很多人穿我們駱駝的羽絨服 誒 誒說明這個駱駝啊 不管是這個走到大江南北啊 都是很受我們國媒認可的國媒品牌啊 好的 對 對 對 好 那今天呢 我們在跟工作人員吃飯的時候啊 我們工作人員說這個丁真啊 現在應該是最懂我們駱駝衝鋒衣和羽絨服的人 那真真可不可以有一些這個穿搭的經驗跟大家簡單的分享呢 穿搭的經驗 就是你覺得這個羽絨服怎麼穿好看又保暖 比如說也可以給我們推薦一些 比如說我聽說你最近很喜歡那個羽繩的羽絨服是不是 羽繩的羽絨服 你看我也最懂你 羽繩的羽絨服你覺得好不好看 好看 好看 那好不好穿 好穿 那能不能給自己家鄉人民也安利一波呢 分享一波 可以 如果大家覺得在戶外啊 遇到風雨雪又冷的時候 那你推薦他們穿什麼牌子的什麼款式的羽絨服呢 我們 我們 駱駝品牌的 羽繩羽絨服對不對 對 羽繩羽絨服 你看我最懂你了 對對對 好好OK 那 仙人你有沒有什麼推薦的呢 我是羽繩充風衣 因為我的家鄉沒有那麼冷 大概過年這段時間的話是15度到25度之間 所以說我是羽繩充風衣 就剛好一件是很OK的了 對 剛好羽繩充風衣的話我可以出去玩 然後呢我可以在市中心喝杯咖啡的時候也可以穿 先人哥哥的分享 谢谢 不好意思 又被我腻到了 好的 那其实今天呢 我们把先人降临 请神请到 请到我们直播间 我们肯定不只是要跟 我们先人哥哥这样简单的talking的 尤其是我们先人的粉丝们 大家都很关注我们先人的动态 我们从当年的山野间 一步一个脚印 我们走到了国际大厂大秀的品牌上 受到了很多国内外知名品牌的认可 那今天我们也 骆驼品牌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先人的 所以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面 我们可不可以 也 一个小小的请求 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一段雪地秀 雪地秀吗 雪地走很简单的走两步 其实也叫雪地秀 然后也叫展示衣服的机会 我想把这个机会叫做展示衣服的机会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套衣服这套look 真的吗 是的 哇那我们也承蒙先人的喜爱 那先人我们接下来您看一下这边的场地可以吗 OK的OK的 OK的 对 那我们是不是要一起过去 然后那刚好就是 我们一起吧 其实我们做了比较久了 然后也有一个落实 活动活动活动 活动一下 因为今天实在是真的还蛮冷的 然后有20多度的 零下十多度的一个天气是吧 所以说我们刚好一起活动一下走动一下 没错 能让我一个人吗 没错没错 来白马王子 请 来先人哥哥 你请你请 你请你请 好兄弟这么客气啊 来来来 那我们还是要请先人哥哥专业的帮我们打投资 好不好 那热身我先开始热身了 那你们肯定不能小的咯 我们也要走吗 那你们就活动一下 我怕你们会冷到 不要担心你们 也行吧 那先人哥哥 我帮您拿麦好不好需要吗 好来 那我把这个是机会叫做展示衣服的机会 展示衣服来 321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 陆仙人 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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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大一点 老德雷 然后走 帅不帅 跃不跃 帅不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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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地你怎么这么稳啊 哇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先说一遍不够 再加一遍 321走起 加油传统们 今天我们骆驼请神请到的是 陆仙人 秀场的神 YYDS 我们三个是不是要一起热身一下 一起热身一下 好吧 来那 珍珍 我们我们简单的跟陆仙人一起走一下好不好 对 要不 呃 您看怎么走 陆仙人 镜头就在那里我们一起 活动一下清楚吧 活动一下清楚 来来来来 来 那我非常荣幸 我今天穿到了那个REBOT 然后 好好好 陆仙人一起 来 那两位一起吧 两位一起 我来给你们当当小粉丝 来 来 接下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观众朋友们 不老乡亲们 让我们欢迎 丁珍 和陆仙人 走起 帅 把帅爆了打到公屏上 好 可以可以 哇 这个选一配 最好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合体了耶 就合体了 是的 哇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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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那个 呃 我想想这个位置该怎么在 呃 怎么样才能够更自信 我们做起来聊 好不好 拍照怎么能够更自信吗 对对对 来 请坐 首先 那肯定是要自信起来 对 自信 如果你 如果你本身没有那么自信的话 就是 拍照的时候呢 就建议就是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就很自然在聊天 嗯嗯 就是他们让摄影师在捉拍 我们拍出来的照片 就会很自然 对 就是 我觉得不用看镜头 就很自然了 就是 比较硬核现在的场景 就那种 冬天里面露营的感觉 嗯嗯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样子就很ok了 哇 大家 尤其是我们 仙人的子弟们啊 有没有把我们仙人哥哥的这个 呃 小技巧 get起来 好 ok 那同时啊 你们如果想要这个 丁真和陆先生同款的朋友们 啊 想要他们今天的这身look 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 这个小黄车里面了解一下 好 在下一个问题啊 我们简单的聊一下 两位最近有没有什么工作 可以跟我们分享 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分享吗 对对对 呃 最近工作的话可能 嗯 就广告类的比较多 对 然后可能就是 过完这个年了之后 然后呢就要出去 四大时钟中 嗯 然后呢出去工作了 嗯 对 就是很快又要去工作了 对 还好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 我们又能看到 哦 先人新的动态和新的秀场照了啊 好 是是 真真呢 嗯 我的话 又有穿羽绒服 到夏天 哦 到夏天 对 因为明天 今天这个直播网络之后就去海南 海南 哦要去海南 但是你想带着 骆头的羽绒服去海南是吗 对 可能有点点小热啊 去拍摄 啊 可能去拍摄 然后就 然后 然后 就 二零二四的 新的 新的动态 新的动态 然后就 然后就录一些 综艺啊 然后就 有新的生活吧 啊好的好的 那我们也期待 真真 多多跟我们露面 我们看 多多看到真真 呃 淳朴 天真 可爱的笑脸 好的 OK 朋友们 那接下来哈 我们就先中场休息一下 稍后的话呢 我们会将会给大家带来 更多的 呃 精彩和福利 啊 同时的话呢 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福带啊 大家也可以来准备去抽奖了啊 好 来 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准备一下 我们先给大家抽一轮福带 然后 现在我们中场稍微休息一下下 两位呢 可以先去暖和一下 稍后的话我们继续跟他聊天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两位了 同时也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主播 好 欢迎两位 我们稍后 珍珍和陆仙人将会继续跟您相约 继续跟他聊天啊 请大家不要走开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再次热情的欢迎他们 欢迎珍珍和仙人 欢迎 欢迎我们自己 哎呀 好了好了 来来来来 请坐请坐兄弟们 来请坐请坐 好的 那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 现在我们来到的地方是 哈尔滨啊 在东北气温骤降开启下雪模式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啊 很多朋友会选择叫上三五好友 直起热腾腾的炉子 咖啡炖鸡汤 来围炉煮茶 我觉得没有比一场冬季露营更燃的户外体验了 那今天在我们现场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冬季雪地露营体验 哎围炉煮茶那今天啊我们这个虽然这个桌上无茶但我们心中有茶啊 因为这个哈尔滨这个今天太冷了这个炉子可能都升不起来没关系 这团火在我们心中燃烧好不好 好一起来围观一下这个天寒地冻夏该如何更加保暖安全 舒适的来享受我们冬季露营的乐趣 哎两位此时你们如果想抒情一下 你们会该怎么抒情呢 嗯 城市下雪了 荧庄树囊别有一番风味 好诗好诗 对 陆老师 哎接下来丁老师 我们可以呃用一下比如说我们 我们伟大的导员吧 北国风光 一起来千里冰封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哎没错没错没错 哎其实珍珍又跟我想到一块去了啊 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也想跟两位在这边一起来享受我们哈尔滨的美景来一起围路主察一起来聊天 那平时哎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环节 自己经常会去户外体验一下 维路主察吗 呃我们因为工作的那个时间的限制所以说一般都是在城市里体验因为现在城市里就是最近很火的是维路主察嘛所以说不管是广州呢还是说就是呃其他的地方就是都可以随便找到一家就是店铺就是可以在里面体验一下那个维路主察的感觉 嗯好嘞好嘞好嘞 哦来仙人我们这个今天确实天气有点冷啊没事但是你们来到是骆驼直播间骆驼会将会为两位全程保下护航 好那珍珍呢珍珍珍之前有没有呃跟朋友们在户外一起来喝茶聊天呢 呃我想可能是丁珍一般都是在山里面哦然后看着山景看着雪景在里喝茶是不是 我从小就这样何止长大 因为我们比如说挖虫草的时候 但是现在的话没有 但是以前的话 比如说挖虫草 比如说搬牧场的时候 在路途休息一下 然后就煮个茶 煮个茶 对喝茶吃饭 这就是我们千万都市男男女女们所向往的田间山野间的生活 而且我发现陆老师也很懂真真 今天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了 好的好的 那其实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你们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就是跟朋友们出去露营的时候 什么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朋友要出来 对 要有朋友 要有朋友 然后要有时间 对 这是比较重要的 真真呢 什么时候跟哥哥一样 跟哥哥一样 对 朋友的时间 然后自己的时间 然后 装备要齐全 装备要齐全 我们补充了一个 好 行 那如果你们有没有想过 就是比如说 这个录音的时候 突然下大雪了怎么办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哈尔滨 突然下大雪了 雨神冲锋衣穿起来 雨神雨伦服穿起来 对 您这太会分享了 好的好的 那真真真呢 如果下雪了 如果下雪了 你们那边 比如说自己在野外的时候突然下雪了 会怎么办 突然 比如说出去之前要 带几套衣服 比如说 羽绒服 啊 冲锋衣 那种 然后就 下雪的时候 穿一件 然后就 跑 就要赶紧跑到这个温暖的地方 是不是 好的好的 那其实我们三个人啊 也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啊 对吧 比如说我们真真 四川礼堂 我们陆老师是 光西南宁 那我是来自浙江温州的 浙江温州 突然唱起来了 浙江温州 浙江温州 骆驼品牌卖爆了 浙江温州最火品牌 骆驼品牌卖爆了 好不好 来一段RAP 昨天下雪了 没有看到 下雪了 对 真的 对 这下的 哪是雪啊 这是我们的销量啊 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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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现在啊 快到新年了 你们的家乡 有什么春节特色 那我必须要分享一下了 来了 我家乡的话 一般 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 都会包粽子 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 都会包粽子 而且那个粽子的话 我们是那个自己家 种的糯米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猪肉放在里面去 还有一个绿豆放在里面去 就不要有自己家乡特色的感觉 就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 都会吃那个年糕 就是我们这里年糕 跟其他地方的年糕不一样 就是我们那里年糕 只有我们那里才有 对 所以说 广西特色年糕是吗 是的 所以说我基本每年 都会回家过年 我是一个特别练家的一个孩子 对 可以可以 那我们也顺便宣传一下家乡啊 就冬天的话 不只是可以来哈尔滨 也可以来到我们 温暖的广西 南宁 对 来到陆老师 可以来四川 礼堂 那礼堂呢 我们家乡的话 过年 过年的时候就 包子 包子 对 牛肉包子 然后还有人参果 人参果 对 就我们也听过 对 这个我也第一次听 第一次听吗 对 然后就 还有 还有很多美食 然后就 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就 吃饭呀 聊天 然后就 早上的话 一大早起来 要去接水 嗯嗯 接 接水 那有一个意义 但是我不太会结舍 怎么结舍我也不知道 好的好的 那其实我觉得 还是挺有趣的啊 就是每个 每个地方的人民啊 他们在这个过年时候 都有自己当地的一些习俗 要吃当地特色的美食 大家 你们是 观众朋友们 你们是来自哪里的呢 如果你们当地有什么特别特色的话 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 我们大家一起聊天 一起来分享啊 是的 好的 那你们过年时候 家长会发红包吗 家长会发红包吗 我家长一般不会 红包 就是一般都是 就是我近几年的 一般是我 我给别人红包 然后呢 我可能 奶奶可能会给我 就是几个红包 这样子 一般是可能 就是 那边的话 就是两个 然后她给我的 对 然后我一般会 就是再帮还给她 这样子 啊 对 因为最近几年 出来工作了嘛 所以说 一般都是我 给家里面的弟弟妹妹 红包的 哇 好哥哥啊 你们是不是这样子的 对 我想问一下 您还缺弟弟吗 哈哈 您看我这 一米八的 够不够 我们两个都可以到你弟弟 哈哈 今天来场直播 收货两个弟弟 你们信我的哥哥 哈哈 好好好 真真呢 真真 过点也没有红包 我们呢 没有这个洗手 没有这个洗手 没有洗手 没有这个 但是会有 比如说 哥哥啊 或者是家人 会不会 给一些礼物啊 什么的 嗯 其实没有这个洗手 但是 现在 科技发达了 有微信了 然后就 大家都 比如说 自己的家庭球呀 那种 发红 发一些红包呀 那种 嗯 那还挺好的 其实 虽然小时候嘛 我们那边家长 是会给红包的 但是也是跟 这个陆老师的经历 是一样的 走个流程 走个流程 妈妈帮你收起来 我想来给你娶媳妇 就是为什么 说走个流程呢 因为我们是 连广的地带嘛 所以说我们那边的 小时候的红包 是 我今天拿过 最少的红包 是一块钱 就是一块钱 然后慢慢的到五块钱 十块钱 二十块钱 是最大的了 啊 对 确实是这个 广东那边 我们那边 这叫 阳广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那个 呃 越语叫 类似类似 顺身类类似 顺身历历的意思 啊 对 就是拿过 顺身历历 新的一年 对 确实确实 好 哎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 呃 比如说有趣的事情 搞笑的事情 分享的 小时候过年的时候 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我那边会放炮 你那边会放烟花 或者是放炮之类的吗 呃 小时候的话 放 小时候的话 就是我们每年 过年的时候 就是 放炮 其实放炮的意义的话 就是把那个 就大家都懂吗 就是把那个 什么赶走的意思 对 所以说我们基本 每年 然后 如果你今年 赚得特别多钱的话 我们可能 今年会放多一点点 放多一点 对 但是 就是不管怎么样 都会放烟花 然后都会 放炮 就是我觉得我们 我们 过年的 年味的感觉 还保留的蛮好的 嗯 好 说着我也挺想去 这个南宁去过年的了 好 那 礼堂过年呢 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 就 呃 比如说 在放炮呀 然后 微桑 微桑是 是什么 微桑是一个 呃 呃 秋 山 秋山吧 秋山 对 就是上山去 就转山是吗 转 山里面 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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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秋山 对 呃 不好意思 真真 这个我们两个可能 就不太懂 不是很懂 是 能不能 呃 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 或者是演示一下 对对对 同时啊 我先插一句子 我先插一句子 那现在家人朋友们 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 又有新一轮的福袋 上来了 就在我们直播间的左上角 哎 这里面的话 呃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面 我们会抽这个新年的限定礼盒 啊 这种的福袋的话 也会有很多惊喜礼品 所以观众朋友们 大家可以一边来听 我和 先人和珍珍 一起来聊 我们这个小时候 各地习俗的过年 哎 也可以一边来领取 骆驼为您送上的新年大礼 好 那刚才这个 秋山 呃 珍珍 秋山是 比如说 呃 呃 山神 差不多山神 就 这 这一年 就一家的 所有的 都是 平平安 平平安 对 哦 我大概理解了一下 这个仙人哥哥 他其实就是 呃 就是要拜一拜 哦 拜一拜 拜一山 对对对 也算是 差不多是 也算是请神吧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秀场 我们请神请到的是路仙人吧 人家过年 没有了 人家过年就是 就是会 祈祷一下 这个希望保 保佑自己家人 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大概这样的意思是吗 呃 对对对对 我们也有个类似的 就是我们也是差不多 对 好 行 那下一个问题啊 我们要聊一下 新的一年 两位有没有想尝试 这个户外的方式 走一走 比如说2024年 有没有什么自己 想去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或者是比如说一些 没有尝试过的户外的一些项目 运动啊什么的 想去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礼堂 要去礼堂 要去礼堂 欢迎 好给面子啊 欢迎 谢谢 哎呀 好给面子啊 新人哥哥 哇 好开心 因为火了好几年 我真的是没有去过 因为工作的一个原因 然后呢 我一般都是去 呃 就北上广一直在活动 所以说没有去到过 对 其实运动的话 我其实还蛮想去滑雪的 去滑雪 对 那那我觉得今天晚上 直播完之后 我觉得有空可以去尝试一下 正好来哈尔滨了 啊 这边有滑雪的吗 哎 肯定有了 我们现在都可以滑一个 你现在这边滑 怎么说别人是拿板在滑 我们这个鞋滑不了 我们这个鞋是防滑鞋 换鞋 我的意思是别人是拿这个板在滑 我们这个拿肉身滑 哈哈 人体滑雪 刚刚有一个人在那滑 对对对 好 哎 真真呢 真真这个2024年 有没有想去旅游的城市 或者是想去体验的新的户外的项目 去 要不我给你推荐一个 每一个自己 比如说 比如说南宁有没有去过 南京 南京 南京没有 南京没有去过 南宁有没有去过 现在2024我想去的是 我没有去过的城市去一遍 然后就 感受一下不同的城市的文化 文化风景 风景 我们真正的意思是 我全都要 不光是这个陆老师家 像南宁 就是没有去过的 都想去体验一下 对 好的好的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一下 那第一站 我们可以从这个南宁开始 我们从南往上 从南往北 往上游 是吧 往上走 好嘞好嘞 好 那你们过年回家的话呢 想怎么穿呢 比如说 哎 这个过年回家 有没有什么穿搭 过年回家的话 我们家乡 也没有那么冷 有点冷 这没有那么冷 没有那么冷 大概是零下十几度 是吗 对零下十几度 然后就穿 比如说 穿一个羽绒服 然后 里面也穿一个 保暖衣 然后就穿一个羽绒服 大概三件套就够了 三件套 三件套就够了 然后就选一个自己舒适的 对 自己觉得好 自己觉得好看的 好看的 我给你分享一个好不好 可以啊 那其实 我觉得这个零下十几度 我觉得这个天气 我觉得很适合 穿我们骆驼的这个冲锋衣 尤其是三红衣的 这个抓绒内胆的 它拥有这个防风防雨 防风防雨防油污 还可以自由组合 尤其是到了中午温度 相对高的时候 插给穿也很方便 好 这个位置暗示的很明显了 在连接里面 在连接里面 路老师把我的活都看了 好 那仙人哥哥呢 其实我那边的话 就是往年过年的话 一般都是 零上的15度到25度 所以说有时候 一般会穿一个 那个短袖 然后再加上一个 外套就OK了 对 所以你刚刚说到了 冲锋衣 我可能就是穿个冲锋衣 在外面就OK了 就没有太多的一个 那种太冷的感觉 就是穿搭性 然后功能性也是OK的 对对对 就是我比较喜欢 就是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 情况下 其实有更多的一个 穿搭的可能性 对 我猜你下一秒 又要分享你的 雨神冲锋衣了 是不是 今天Q到好多次 那那个 雨神冲锋衣 是不是就是也挺 就是方便的 尤其是比如说 室外这种15到25度 这种算是春秋季的 这个温度 对吗 对对对 然后这个也很百搭 对不对 里面你比如说 你随便搭一个 随便穿一个 内搭就OK的 衬衫啊 短袭啊 都是OK的 都是OK的 上班的时候穿 露营的时候穿 是吧 所以说一件衣服 就是 有更多的可能性的话 这个价值会更加大 嗯嗯嗯 好 谢谢我们真真和 我们陆老师的分享啊 那我们给大家 给出这个穿搭方案 大家有没有 get起来呢 哎 过年的话 如果不知道自己 穿什么回家 更加亮眼 又能够时尚 和我们的这个 保暖兼顾的话呢 那今天我们的给您的 分享呢 我们的羽绒服 我们的春风衣 我们的三合衣的 抓住内胆 这些都可以get起来哦 好的 那 呃 此时此刻 这么美的场景 尤其现在下雪了 两位现在心里有什么感受 心里有什么感受 嗯 嗯 刚好就是我们这边下雪 然后就是 对面有个太阳 就照着照着我们 我觉得今天 就是 氛围感拉到了 氛围感拉到了 对 就突然感觉 没有这么冷了 就虽然我们 现在是在下雪的环境下 然后地下是那种冰 真的冰啊 真的是冰 对 但是我觉得今天 还蛮暖的 就是不管是我们的 工作人员在这里 还是说 你看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嗯嗯 对 我觉得今天是很热闹的 嗯 就是让我感觉到 虽然这里是蛮冷的地方 但是让我感觉到了 温暖热情 嗯 没错 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今天赚大了 我跟你们说 你们今天来浩宾 不仅见到了 美丽的风景 还见到了 丁真和陆仙人 哇 哇 这门票 买一送一 有没有 赚大了啊 好的好的 行 那下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今天这个风景氛围都已经在这儿了 啊 真真 刚才陆老师说了 今天这个氛围很好 嗯 真真能不能 给我们来点这个唱两句好不好 简单唱两句 蛮想听你的那个家乡的歌曲的 对你看今天 陆老师 可以吗 可以 陆老师来现场 给我们 我们两个就求你 包括大五名四国间的朋友们 啊 好 来真真 可不可以轻唱几句 可以 想一下 我先想一下 润润猴 正好今天陆老师 你看一开场就给我们走秀了 拿活 这个 最拿手的活给拿出来了 真真 我们给你讲声 我们给你讲声 来 加入朋友们 定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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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想好吗 没事 简单来两句 哼两句 哼两句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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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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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 鲁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谢谢 虽然听不懂,但是就是感受到了情感,感受到了那个就是他们民族的那个信仰力量。 风情 风情 对吧 就说真的我觉得真真一开口就我和路老师马上就从哈尔滨飘飘到了这个四岁的这个四岁的风情, 风情 四川礼堂啊,就已经开始骑着小马,然后喝着茶,就给人家幻想那边的感觉了,对对对对对,哎不愧是真真啊,这个一开口就知有没有,好的,那录音加音乐等于好心情的标配,那刚才在我们的真真的琴唱的音乐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天地间入耳的风声,哎,同时眼前呢我们还可以听到这个小雪落到地上这个速速的落雪声,可以跟我们朋友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世界冰雪世界临听。 听我们冬天的声音真的非常美妙啊,哎,借此的话呢,我们其实也建议,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哎,有空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三个一样啊,来一场这个冬日露营,体验不一样的冬日乐趣和风情。 好,行,那今天我们这个,维路主查这个环节啊,我们最后一人来一句话来总结,好不好,来,仙阳老师,好,我先来吗,嗯,嗯,要不你先来,我先来啊,对,我先来,我觉得今天,跟两位在一块儿,我觉得, 我们是聘用刑会,正在一робし啦, beheldam你自己得 рег点呢,我来听电视的好不好,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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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可没事,好不好哈哈哈, ,来,啊,我先来老师呃,我觉得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 呃缓解那个露营 嗯对 嗯嗯好 珍珍珍珍你觉得现在心情怎么样跟我们说一下 我觉得 不管你的心情怎么样 一个露营 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啊就是 开心要露营不开心 更要露营 真棒真棒 好的好的 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为大家送出啊 好那在此啊 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礼物 要送给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哎今天我们请到了珍珍和露仙人 所以的话呢我们要 给大家来一波这个直播间的福利 来一个精彩五连拍 好不好 对那现在啊 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是我们珍珍和露仙人的 粉丝的话呢现在一定要拿出手机 来准备好截屏啊一会把他们两位 可爱的精彩的瞬间啊 给我们节频道好不好到时候也可以在两位的微博啊 或者我们的社交平台上面一起来分享啊 还有我们抖音上面啊好 行OK来接下来我们就这个魔套环节摆POSE呢 要不要陆老师先示范一下好不好 先示范一下嘛 嗯来个五连拍 我们在这边可以吗 在这边OK吗 我们就坐着拍吧好不好 好OK来罗老师 我们坐着拍吗 这样子也行 您看您看着来您看着来 对我就这样子坐着 我们三个人然后在一起 不知道你最近就是 有没有看那个 话语少年就是那个节目 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在一起的氛围感 都特别好 然后就三个人在一起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很放松的 然后这样子坐着拍的感觉 啊是的是的 那我们今天也是冰水里的这个 花儿三兄弟了 哈哈哈哈 哎好 那我们要不就简单拍一下好不好 您就想我们一起拍是 呃先自拍一下 呃我自拍吗 要不这样吧 我们先两位 呃先拍拍几个POSE 让观众朋友们截屏 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三个再来拍几张好不好 好的好的 那先来陆老师好不好 好 来陆老师 321第一张 哇帅气来 摄影老师准备好了吗 来第二张 你在哪里摄影在哪里 摄影老师在哪里 在这边在这边 好的好的 OK来面对镜头 穿红色的那个 好OK 来321第二张 哇仙人下饭 第三张 哦 冰雪大世界欢迎你 第四张 哦 仙人跟哈尔滨一起食用会更加美妙哦 怎么样 我这个 我这个 这个 你这个词 气氛组还可以吗 挺好的 挺好的 哈哈哈哈 好 来真真真真真我们来几张好不好 OK 来 321第一张 好 稳 稳定发挥 来第二张我们可以来点简单的pose好不好 简单的姿势 来 123第二张 好新年发挥 好新年发挥真的特别好看 好 第三张 OK 123 悠闲的少年 在这 穿的有点多 这个不是小肚子啊 这个是这个羽绒服啊 我们这里面今天保暖坐到位了 好 OK 那接下来 这你们看够了吗 我们三个人来一张 我们三个人来一组吧 来一张来一张 好 靠近一点 好 哎呀 今天 跟两位一起拍照 我感觉我 你们拉高了今天这一桌的平均颜值 哈哈 带动了我 好 来三二一 耶 好 三二一 最后一张 一二三 呼 OK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好 两位辛苦了 那我们这个环节 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好吗 然后稍后的话呢 我们最后一个环节 再次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好吗 好的好的 好 谢谢 更多的快乐 新年快乐是吗 新年快乐 这样朋友们不要走开啊 我们现在呢 先请我们的官方主播来踢场 稍后 我们继续三位在更直播间里面 为您送出更多的精彩好福利 我们稍后再见 不要走开哟 谢谢 再见 再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丁真和陆仙人 欢迎两位 欢迎 哇 再次欢迎我们 再次欢迎 再次欢迎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来 请就坐 请就坐 哇我感觉 我们刚离开了十几分钟啊 这个 凳子上已经飘满了咱们哈尔滨的特产 血了 是吧是吧好请就坐 请就坐 好那现在呢 已经是到我们直播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啊 好叫做这个骆驼大拷问 对我们呢 将会跟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跟两位来问一些跟骆驼有关的问题啊 如果你们也可以选择这个抢答啊 嗯 怎么丁真丁真丁真 这个是一个小比拼啊 是不是要要让这个鹿哥哥放放水给你是吗 哈哈哈 我放水了 哈哈 没关系 那我谢谢 其實主要的话还其实还是想让大家来知道一些我们骆驼产品的一些优点啊 好 比如说 第一个问题 抢答环节 好 好 准备好了 请问三房冲锋一的三房 是哪三房 A 防风 B 防水 C 防油污 D 全都防 三二一 全防 全防 丁真回答正确了 我们掌声送给丁真 好 谢谢 好 也谢谢陆哥哥 好 现在回答错了 好 那下一个问题 石墨烯自发热功能的作用是什么呢 好 来 这个 石墨烯自发热的作用 A 是持久所温 B 是有效吸收人体散发的远红热量3 来 真正我来吧 我来好不好 好 来 这个问题 3 2 1 A 持久所温 珍珍有听清吗 我今晚再给你来一遍 就是石墨烯 她的这个自发热 作用是 我要简单提醒一下 跟你前面那个答案是一样的 都是 都是 是 哎呀 珍珍又回答正确了 持久所温和有效吸收人体散发的远红热量 好 行 来 好 接下来观众朋友们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陆老师拿手的 嗯 是什么 雨神冲锋衣 防水指数啊 A 是2万 B 是1万 你的答案是 2万 哇 不愧是 我们雨神冲锋衣的爱好者啊 哎 回答正确了 是2万 好 行 那再下一个问题啊 接下来 哪个倪称不是骆驼冲锋衣的 A 是雨神 B 是雪神 选一个 没有听清楚什么 不好意思 这可能我刚才说的 没有太清楚啊 好 哪个不是我们骆驼冲锋衣的这个系列吧 好 A 是雨神 B 是雪神 雪神吧 雪神 没错 因为雨神我们前面已经有了 对 好 来 真正我们这个稍微落后一分了啊 好 你确我认输 你认输 那我先打平局了 先打平局了 其实这个我觉得输赢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一些我们 就是重要的质疾 对 对对对 好 比如说 以下哪个是我们骆驼的 人气热脉的颜色 A 幻影黑 B 冰川灰 三 全都是 全都是 啊 两位一口同声 回答出来了没错 两个都是我们这个热脉的颜色啊 好 那恭喜两位 这个回答 我们这个在订真认真的回答 然后陆哥哥 是的 稍微的放水的情况下啊 我们就算个平手啦 啊 皆打欢喜 哈哈哈哈 没有放水 啊 好嘞好嘞好 那 全手是因为冰柱了 好 OK 行行行 那接下来啊 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 呃我们今天主要是 户外为主题的 所以对于严东户外出出行的穿搭造型 你们对自己有怎样的要求呢 呃我一般都是穿一整套之后呢 然后比如说像现在一样就是做一个呃 就围巾的一个颜色的一个对冲一个对撞 这样子的话会更加有层次感一点点 不像是以前的就大家所说的那种就是一片黑的感觉 会更加有层次感 就比较适合我的那个就是脖子的身份 实际脖子的感觉 是的 好了好了好了 对也是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颜色对冲的感觉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陆哥哥 谢谢谢谢 好 珍珍呢呃你自己比如说平时出去户外啊 呃对自己的造型穿搭 你会倾向于哪些呢风格啊什么的 呃主要是对自己的身体为主吧 呃对 所以比如说在这种环境的话可能淡 wave could be 可能显ời就不冷 遇到EN 来外 machine 降 word could be 穿一个冲锋衣 穿个冲锋衣 对 然后就 穿一个舒适一点的裤子和鞋子 然后就出去 不管什么样的场景都要舒适 对 舒适为主 这样子才是更重要的 对自己的那个身体的一个方式 好 我们还有没有耳罩多一个的 能不能拿一个耳罩上来 我们这边确实有点冷啊 好 来 我们给陆哥哥拿一个耳罩好吧 好 来 陆哥哥稍等一下 辛苦了 今天确实我们这个 哈尔滨天气是非常非常冷的 是吗 好 当然了 那其实虽然我们今天是一个大雪天 但是我觉得我们骆驼的冲锋衣 对于雪的这个防御能力是拉到极致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我做一个测试好不好 好 我做一个测试 现在我们随地抓一把雪 我现在把它糊到我身上 大家可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好 看到没有 我刚才用力糊了一下 大家听听这个声音 然后在现在看一下 就拍拍酒 对 就你轻轻一推 一拍这个 陆哥哥 轻轻一拍啊 我们这个雪在你的衣服上就是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刚才我们几位嘉宾在这个 直播间里面我们这边坐了其实也挺久的 对吧这个身上的鸡血还是有一点 但是你看我们稍微轻轻一拍 轻轻一拍 轻轻一拍 这个雪就没了 我再试一下 你看 珍珍你看 看到啊 123 有雪啊 有一个很好的煽防作用 哇 对 所以是不是非常厉害 对 如果你们如果到了外面 不光是这个雪啊 或者是比如说下雨啊什么的 我们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很好的把这些外来的户外 但是对人体有伤害的因素 趋之体外的不会伤害到我们的人体 非常的轻松 嗯 好 而且的话呢 我们是240分钟的强聚水 可以放心的激洗 快干蓬松 这个冬季的羽绒服系列都是超强耐磨耐刮的 比如说珍珍平时去户外啊 遇到一些草林啊 丛林啊 岩石啊 刮蹭 都是没有关系的 哎很厉害啊 对 而且呢我们这个内离部分呢 也就是我们贴身那一面 我们是有这个石墨烯的自发热科技 和热能反射科技 可以帮助我们的人体啊 有效的蓄热 索问 所以的话呢 哪怕我们现在来到中国差不多最有的地方 哈尔滨 我们都是可以很好的来保证体温的 并且的话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刚才提过的 骆驼羽绒服的防水科技 哎 别想看它的防水性啊 可以真正的做到强防水 即使是暴雨的凸起 也没有再怕的 并且我们内羽绒的甜植物啊 选用的也是聚水的鹅绒 聚水的鹅绒 就说这个整个羽绒服 我们是可以拿去水洗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 对不对 我们陆老师 是的 它有一个因为鹅绒嘛 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聚水性 是的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科技三方 也是我们路透的核心科技 能够防风防雨防油污 以上种种的科技加持 真正的做到了自在奔赴 无惧 临风雪霜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完了 我们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游戏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动一动 好啊好啊 好 大家看到那个炉子上面 是不是有这个三个夹子和铲子 真假 对我们来玩一个 到了这个雪地 是不是要玩这个打雪仗 是不是 打雪仗吗 打雪仗吗 这样吧 我们 炉子里面什么都没有 哈哈 我们玩一个小游戏 我们比加雪球好不好 加这个小黄鸭 加我加小黄鸭吧 你加爱心 可以那我加心吧 对对因为刚好今天红色是你的衣服的一个颜色 对对对好 我们两位呢 请移步至我们这个雪队旁 接下来 我们给大家倒计时 20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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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短了吧 太短了吧 10秒钟 10秒钟 我们缠一缠玩一玩雪 我们先把它缠起来 对对对缠轻松一点 好没事 好 这边是已经蓬松的 可以了可以了好 好 来珍珍和仙人哥哥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来进入游戏了 珍珍 OK的OK的 OK好 来了 来准备啊 家人们我们一起倒计时啊 三个数 三 二 一 开始 来看一下谁夹的越多越好看 哎珍珍这个第一好像碎了啊 哈哈 好了 仙人哥哥哎呀这个雪 好像也没有很立得起来啊 哎 来第二个第二个 啊真正这个爱心能不能夹起来 可以吗可以吗 真正的这个爱心 可以了领先了 啊 一个 好 仙人哥哥的鸭子第一只正在难产当中 哈哈哈哈 好 来真正的第二个看看能不能立起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我们最后十秒钟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时间到来真正可以带着你的站立体给大家 我认识了 我们这个爱真正的这个爱心很标准 我帮你展示一下好吗 大家看到没有真正这个爱心很标准很漂亮 来那这个爱心的话呢 我们就送给陆老师好不好 好啊 来 谢谢陆老师 祝福我们陆老师在2024年可以收获满满的爱心 好不好来两位请就坐请就坐 谢谢真正的爱心 谢谢 这人就真正赢了 恭喜恭喜珍珍 让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杯子里面去 好 这杯这个这个雪球 主人喝 我们带回南宁吧 好的好的那下一个环节啊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 看我们直播的有很多两位的粉丝啊 所以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啊 是比较偏粉丝向的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吗 好 ok 第一个问题 嗯 两位日常在生活中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骑什么 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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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听到了骑脚 我们真正的粉丝推荐陆老师也去试试骑马是吗 对 我也想感受一下就是 如果有机会的话让丁真那个交一下我骑马 交一下骑马好 对那陆老师那我们也可以交交丁真比如说啊怎么做是个时尚达人好不好 可以 可以的 好那真正你自己日常喜欢的就是骑马对吗 骑马 骑马啊没错被我们猜中了 骑马的话我不管晚上多晚睡 对早上六点我左右起来就骑马啊 真的意思是不管今天晚上比如说我睡了多晚 但是这个骑马的这个事情是我一定要做的 对 今天不骑下这个马感觉今天自己好像空落落的是不是 对对对 好的好的 好那下一个问题啊 两位理想中完美的一天是怎么样的 我们还是陆老师现在好吗 完美的一天吗 我觉得一开始肯定是要早起的 然后我觉得是需要充足的一天的 就是我觉得不能荒废了一天的一个宝贵的一个时间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 这人的一生中就是只有三万多天嘛 所以说我要就是 就是每一天都很精彩 就是虽然每一天我可能就是最严谨小小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会让自己得到满足感 对这样子才会有 呃 才不会浪费自己整天吧我觉得 啊谢谢仙人哥哥 珍珍呢 呃 你自己最理想最开心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呃 是我的话 就 主要是自己要开心 嗯啊开心 然后就自己玩好自己 啊 嗯啊 这 在 嗯 早上早早的起来 然后就起来 呃 有工作的话 就工作一下 没有工作的话 自己再 找个设 做个 咱们可以继续骑马 哈哈 对继续骑马 一直骑一直快乐 对 有朋友们一起玩呀 嗯对 哇 不要 不管 什么时间 不管 呃 都 呃 什么事情 都要自己开心 自己要快乐 去做 嗯 啊 我觉得珍珍说的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我们 人活一世嘛 对 广东话 最均要是坏生咯 对吧 最均要是开心 就像你说的 我们 有一个 那个 呃 艳语 啊 啊 康松口啊 的最近的口 你这电话前 嘛 意思就是 我们的 生活就是 时间也要一直转 生活要一直转 对 对 生活就是一直转 嗯 呃 我们的 呃 一生就是 蜡烛一样 嗯 慢慢的熄灭 哦 对 蜡烛也是一开始点了 慢慢的燃烧熄灭 然后就 燃烧的熄灭 嗯 嗯 好 也就是说 蜡烛的过程 哇 我觉得这个艳语说的非常非常好 来 家人们们掌声送给丁珍 好棒 好 好 诶 那再下一个问题 好 想请教下两位 呃 直播结束之后 呃 准备去干什么 直播结束之后 在哈尔滨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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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对 珍珍呢也是吗 对 呃 两位是不是已经约好饭局了 今天结束之后 呃到点了 该开饭了 该开饭了是不是 快开饭了 因为这个天黑特别着 因为我昨天来的时候是四点多钟 我看到 啊怎么回事 我我眼睛有问题 我说四点钟天黑了 对 对 四点钟 我昨天是一点左右才到这儿 对对对 就是在我那边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 这边天黑得还蛮早的 可能就是吃饭的吃比较早吧 可能是 嗯嗯嗯 确实你其实我们现在你看珍珍 我们现在也就三点钟左右吧 太阳快下山了 太阳已经快下山了 是的 哎是不是跟礼堂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哎好 我去过两两个不同的地方 嗯 这里是差不多四点左右就天黑 嗯 我去年去新疆 啊去新疆 对啊 十点晚上的十点还没有天黑 晚上十点都还没有天黑 对还在我们还在工作 啊所以所以新疆 一问一下他们就知道 真的吗 哇那我觉得新疆跟哈尔滨一样 呃是一个很不一样很神奇的地方 是很神奇的地方啊好的 行那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想请两位分享一下 生活中你们觉得比较温暖 或者是美好的瞬间 生活是比较温暖或者美好的 对就是你觉得很开心很温暖很感动你的瞬间 真正有吗 那我们先请陆哥哥 好啊那我来说 嗯嗯 我觉得一些事情吧 对因为我经常回家嘛 我可能就是大概 每个月回家一次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就是在没回家的时候呢 我没有就是发信息 或者就是说没有发 就是通知这样子 就是说我要回家 然后呢我每次回家 然后呢我奶奶都会给我 我准备一大桌子的菜 然后给我吃 说你家外面工作很累 就不管怎么样 就要多吃好 吃好一点点 然后多吃一点点 哦奶奶好棒哦 是的是的 所以我就经常回家 所以我就经常回家 就特别喜欢家 对对对 谢谢奶奶 谢谢奶奶 我会不会看电视了 回去可以可以 这个圈那可以 可以给他看一下 可以的可以的 好来 真真呢 你日常生活中就是有没有什么 你觉得很感动很温暖很美好的瞬间 这是比如说你回家 然后就给父母一起做菜 然后就给家人一起吃饭 这就是很温暖很开心的一件事 很温暖很开心 对那现在我们也快过年了 我们会尤其是那些在外的游子们 也可以盯我们真正的劝 对吧 过年的话呢 一定要跟爸爸妈妈家人们 就好好团聚 团聚 好好一起跟他们一起吃饭 对吧 这个饭你也不用说什么 这个饭就很美好了 很美好 对对对很温暖了啊 很温暖 好那当然今天温暖的话 不仅仅是我们两个嘉宾的回答 那接下来的话呢 也是我们今天活动最后一步福利了 我们要送出五个乾隆进宝 新年定制礼活福袋 好 请我们工作人员 准备好啊 你看看珍珍 还有陆老师的粉丝啊 现在也在 来到了我们哈尔滨 哇追追追 追我们两位都追到了哈尔滨了 给你两位加油助力助力了呢 好 谢谢我们线上的朋友们 然后也谢谢我们那个线下的朋友们 嗯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那现在我们这个直播快结束了 同时我们这个大年也要快过了 两位有没有什么新年的祝福送给我们大家 送给我们骆驼呢 送给骆驼 新的一年嘛 开心 最重要啦 然后送给骆驼的话 希望 像我们今天的许话一样 然后单持续的下 然后抱单这样子 抱单 啊来 哇 我们骆驼的品牌方 是不是听到也很开心很感动 是 有没有 肯定有 肯定有 好好好 来珍珍 那马上这个要 我们要过过大年了 对不对 对 也我们有什么话 想对骆驼说的呢 对我们品牌方 先 送给大家吧 主要是 路哥说的一样 开心快乐 平安 对 对 不管你要去哪 不管你要做什么 都要 注意自己的身体 嗯 注意 自己的健康 注意自己的健康 对 啊 然后 给骆驼 新的一年 啊 抱单 抱单 对 然后不管 工作做什么 都顺利 都顺利 对 顺顺利利 啊 好 骆驼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开心快乐 开心快乐 对 好 来我们骆驼的家人们有收到 新人和真正的祝福吗 然后 然后我们 谢谢他们 掌声送给两位 谢谢 谢谢 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那今天 我们和丁真 和我们 仙人的这一场 哈尔滨之乐直播 顺利 顺利 完成了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掌声送给两位 谢谢两位 辛苦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来 我们一起欢送两位 我们期待今后可以在直播间里多多见到两位也祝福两位 二年二四一路顺利永远开心 拜拜 拜拜 谢谢 再见两位 再见 好 谢谢 同时呢我们也 好一下再见咯 谢谢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直播间交给我们的公共主播 谢谢